11月15日由北京當局主導 中國、東協10國和日本、韓國、新西蘭、澳洲等15國 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目標是各成員國間達成關稅減讓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北京主導這項區域協議主要出於5個戰略目的 基本上它有5個目的 一個是轉移貿易戰的壓力 第二個是人民幣國際化 第三個是RCEP的後效應 就是帶動中日韓、帶動中歐投資協定 甚至要帶動英國和中共的自貿協定等等 第四個目的就是習近平想要做一個亞太自貿區 第五個目的是中共想要調整它的產業鏈 李林一補充道 轉移美中貿易戰的壓力是最主要的 其次是借跨境人民幣交易結算 擴大人民幣國際化 以應對美元可能脫鉤 在國內方面 中共打算借RCEP的簽訂調整國內產業鏈 把低端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中西部 東部沿海城市主要從事金融、跨境貿易等 雖然中共鼓吹RCEP已經簽署完成 但是李林一認為前景並不看好 只要有三項不確定因素 首先 正式簽署後 每個成員國要在兩年內完成國內協定的批准程序 但這期間世界局勢可能有大變化 此外 中共是國際規則最大的違反者 未來是否履行協議 大家都沒信心 第三個最主要的不確定性主要是美國方面 川普連任的話 將繼續防範中共 他在和加拿大做這個協定的時候 當中就加入了毒丸條款 就是說 你和我簽了協定之後 你以後就不能夠再和美國的敵人去簽協定了 未來美國和整個世界達成協定 那個中共會越來越孤立 這個都是可以預見到的 除了美國大選結果將影響RCEP的走向 印度堅持退出協議 避免中國貨過度傾銷 保護國內產業 也是對其他成員國發出的警告 新唐記者林岑新 宇威 參訪報導